尽可能的打快 好球 不好玩 这一下特点起来了 有速度有身高 两米的高后卫 今天81队这个阵容 中锋没有上许忠豪 当然81队比较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主力跟替补之间 忠豪 老周色给视野很开阔 不好玩 坚决外线开了 终于开了 王丽莎漂亮 哇 光文啊 8队要把握机会 再杀 给哨 光文啊 00年出生 两米的身高 在职业联赛呢 他的劣势是身体的对抗 稍 宝文 时间很开阔 哦 雷莽 这球出手弹道就很正啊 像是要进 其实是打一个一号位的 突破漂亮 哎呀 这个球最后差在终结这一下 之前的突破 以及晃动啊 都是一气呵成 尽可能的打快 好球 不好玩 这一下特点起来了 有速度有身高啊 两米的高后卫 对上对方任何一个外线啊 都不虚 急停 这球头丢了啊 弹剑 宝文 再出 这两下啊 天赋真的是肉眼可见 八一队就是不能犯错误 要一点一点咬这个比赛 宝文真棒 我这段时间 八一队真是靠郭浩文上分啊 十八岁的小将 今天我估计会成为 他CBG生涯的第一个高光之夜 宝文再往里杀 五 一打三啊 状态啊 是把在U18 打这个亚青赛的状态拿出来了 两分两中 郭浩文今天16分了 郭浩文原地三分球 呜 什么都来了 听说好 郭浩文 他会挡拆 突进来 远地投三分 稍微短了一点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哎 亚当斯进攻犯规啊 我 这次估计是跟裁判啊 这team球员保持比较好的斗志 跟防守强度 但是新疆队整体已经松下来了 又断一个 郭浩文 乱歌还是叫个弹停啊 两次后场失误 而且连续失误 有点不能容忍 全场比赛结束 111比96 最终呢 新疆队还是客场 郭浩文 4500 9500 9500 9600 9400 1100 9600